宜蘭縣去年10到12月雨勢不斷 三星蔥惨遭雨損 种苗供应不足 出货量不断的下降 当地三星地区农会 今年初是史无前例的 决定把种苗 以往雨量较少的花莲縣育苗保走 近一公顷的种苗在花莲农改厂 百日细心的照料之下 收成量高达16吨 这两天将会陆续的进行采收 将青葱种苗运回娘家三星乡 重新的来栽种 宜蘭三星地区青葱种苗 因为受到雨情影响 供应不足 三星農会以及花莲农改厂 为了协助農民们降低成本取得种苗 将3000公斤三星充一地 运往花莲育苗保种 经过吉安乡農会介绍保种农地 并有农改厂协助苗谱 土壤肥力检测 轻松健康 种苗病毒筛选 栽培技术 并从害防治管理辅导之后 陆续收成 变成说我这个六年来收集的经验 变成说在吉安乡农会跟农改厂他们认同 他们认同 所以我今天我才来接下这个案子 也是变成农改厂 农改厂他们本身的配合之下 技术转移配合之下 才来完全这个任务 也就是兄弟农会之间的情谊 异地保种 也帮忙我们的友会来完成葱苗 花莲区农改厂南洋分厂 副研究员杨淑士表示 三星葱首次移地到花莲保种 重视面积近一公顷 在克服相关轻微病丧害之后 青葱生长健康状况良好 预计收成可达16公顿 重供育成的青葱 将当成种苗移回三星分株栽种 目前当地栽种环境条件事宜 联合三星地区农会跟吉安乡农会 吉安乡农会当总办事就 一口答应帮我们就来找这个地跟人 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支援 那我们找到地跟人之后 我们在三星乡就开始 找一些那个比较优质的青葱 然后我们也改洋厂就做了一些病毒的检测 筛选说它没有病毒是健康的种苗 我们才运过来吉安这边做保种的工作 目前这一批是要全部还给三星乡的 作为抽苗 那将来我们这边的在地的充农如果有兴趣要种 应该就是会继续再种一些后续的品种 那么唐比尔老师 青葱在采收做两次病毒检测 确定是病毒为检测出健康种苗后进行采收 等于因为三星将成为种苗 农有再繁殖才会上市 感谢跨地区农会以及研究单位的通力合作 终于让全国首次三星葱 一地保种成功 也为在气候变迁之下作物栽动模式 顺利进行一次 实无全力的试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